大家好 我是妹妹俏俏 我是一名拉丁舞舞者 也是一名拉丁舞教师 大家好 我是姐姐楚楚 我也是一名拉丁舞舞者 然后也是拉丁舞教师 你们俩能不能来一小段 那个拉丁舞啊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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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道队长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默契 细节上的那种气息的配合 哇 你们默契的简直就像双胞胎 对 你们俩就都很喜欢拉丁舞吗 对 是这样的 是因为从小就家里人让你们练吗 没有 从小是因为我俩喜欢 虽然说我俩也是性格上有差异 虽然说我俩也是性格上有差异 但是我们俩会喜欢同一件的东西 可是也是风格出来是不一样的 对一般稳重者长大局嘛 你也体现在重啊 只有重 小心你也不轻 特别想告诉后面的长工老师 他下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误伤你们 妹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下个月还想活得滋润吗 妹妹错了 妹妹错了 对不起 说话小心点 小心人才两空 对不起 我懂了姐姐负责掌握财政大权是不是 对 太可爱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非常有火药味的这一对姐妹 到底谁会胜出 两位请抢她 8 7 吃 吃 吃 智商的吃 智商你没有智商 谢谢 你输了 智商的吃 痴呆的吃 哎呀 确实是智商的吃 她跟着特别自信 痴呆的吃 谢谢 你输了 谢谢 妹妹的表现让我严重怀疑 她在为五斗米折腰 明显的是因为这个 不敢得罪姐姐 我告诉你啊 不是 不是 你们太弱是我们敌人太强 哎呦 我觉得刚才妹妹的表现就是 大智若语 对 所以智这个字啊 最早就是 她和这个知识的智 其实是她的本智 远古的时候 可以通过语言 把部落之间的战争说清楚 这个就要表示智 所以智呢 其实有智慧 还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 这个小朋友要开学的时候 要朱砂开智 就在那个脑门心上点一个朱砂 所以中国人对智慧的期待是非常多的 当然智慧的表现各种各样 不一定 预言锋利的就是真正有值 哎 说不定像妹妹那样就大智若鱼呢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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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